大家好 我是鳳凑 歡迎收看古海弘揚 今天盤中加權股價指數 目前小跌14點 那其實最近的盤的震盪幅度 真的都蠻大的 這跟台股準備要放廉價有關 因為我們從禮拜三開始 三 四 五 這三天台北股票市場修飾 但是國際股票市場是有交易的 所以在這段時間 外資他們會做一些避險的動作 這都是很正常的狀況 那早盤我們可以看到量 其實已經縮到 預估量縮到不足千億元 那不足千億的狀態下 當然有心的是要做價 就會變得很容易 那在拉回整理的過程之中 其實量還是有出來的 也就是說低階的買盤它是有的 但是我們從整體面來看 現在台股的月均線扣底值 準備要扣底這一段的高值 那這一段高值扣底的時候 代表說我這邊獲利了結賣壓會出來 那我獲利了結賣壓一出來的時候 當然就會壓抑指數的表現 那什麼時候才能夠突破指數的表現 那我們就要看說什麼時候 它能夠再突破這一次 所創下的高點 一旦突破之後 這一段扣底值全部都要扣底低值 均線它就沒有任何的掛礙了 沒有任何掛礙它就可以安心的往上走嘛 所以操作它是有一套公式跟方法的 我們是看著訊號在告訴你說 現在盤面上它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是看著訊號告訴你說 我們必須要做什麼樣的策略 在做因應嘛 所以技術操作快進快出 就是我們現在必須要做的事情嘛 對於行情你要有嗅覺 對於危機你要有感覺 對於獵物你要非常的果決 所以我們對於行情 行情的看法 我們通常都是用技術面來跟大家做解析 但是我們必須用市場的量能來看說 現在資金到底往哪一個方向來做移動 資金的流向它才會決定行情的方向嘛 所以我們過去這一陣子 一直告訴你說主流在哪邊 主流在哪邊 是不是每一波的主流 都幫你完完整整的呈現出來 當我們在講生計的時候 有人告訴你生計嗎 當我們在講一些 比如像被動元件概念股的時候 有人告訴你那些漲價題材嗎 絕對都沒有 就是我們先告訴你資金的流向面 然後告訴你說 原來市場上的資金 是往這個方向在做移動的 否則兩年多 以來都沒有人在講的生計股 大家把它視為妖魔鬼怪的生計股 為什麼最近它開始動了 因為資金在流進去了嘛 所以操作你通常會遇到三件很難的困惑的事情 第一個就行情的判斷 大盤你怎麼看 第二個是主流的選擇 第三才是買賣的依據嘛 可是投資人往往只看 這檔股票而已 如果你只看一檔股票你抓不到市場的主流 你抓不到市場的主流 你就不知道說現在市場的資金到底他們在想什麼 當你發現說市場有一檔股票 開始帶領整個族群開始攻上去的時候 他那個族群就算你買錯股票 你都不會賠太多 這就是整個市場上面很特殊很奧妙的秘訣 所以在3月6號的時候就已經跟大家講囉 奇怪 生計類股兩年多以來都沒有動的生計股 為什麼資金他會轉入嗎 為什麼資金他要先去買 通常大資金在做佈局不會一次就衝進去 他們一定會先做小量的市單先試試 試試看這個行情是不是如他們所預料的狀況 如果OK的情況下 他們才會大舉的把資金移進來這個族群裡面 所以你在3月6號看到的時候這個是小量的 這是一個市單的量 因為只有2.67%而已 但是你要持續的去觀察 在3月7號的時候隔天 他的量來到了6.4% 也就是說資金的量投入的量比原本大的將近三倍 比原本大的將近三倍 所以從3月6號開始你可以看到生計指數 它是怎麼往上攻的 今天再創新高3月6號從這裡 3月7號在這邊一路的往上攻高 大家都把它給遺忘了 遺忘的股票最好了 因為這些具備成長性的個股 其實是外資他們所最愛最愛的一些標的 所以為什麼有人去買了百略 百略被併購之後 大家才驚醒台灣的生計業真的好便宜喔 其實台灣不管在醫療的器材方面 我們有很高的毛利 然後有很高的技術能力 可是都一直沒有很高的股價 這真的是很好玩的事情 很妙的事情 因為之前經過了浩鼎跟基亞這些 這些新藥股的摧殘之後 大家對於生計產業一點信心都沒有 但是在國外 生計業是一個非常穩定收入的指標 它跟電信業一樣喔 因為你的人一生病之後你一定要看醫生嘛 你可以不用iPhone 但是你不能不看醫生 沒錯吧 你不能不吃藥 沒錯吧 所以生計產業在國外就跟電信業一樣 是一個會具備非常穩定現金流入的一些標的 那在台灣因為現在才正在發展 終於拿到了第一個台灣自行研發的藥證 它會帶動整個下游產業開始蓬勃的發展 那同樣的 除了新藥研發以外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醫材 醫材 醫學材料 這個是台灣最強的強項 因為我們本來的製造業就很厲害 包括工具機的部分 那包括整個晶圓代工或者是整個ICT的產業 都是世界排名前幾名的 所以我們有很強的技術去支援 這一塊生技產業的發展 這一塊生技醫療的部分的發展 所以有一些個股 有一些股票已經開始傳出了一些加急 比如像這檔股票 6499的益安 他是依材類的精神指標 你不要覺得他這一段這樣上來漲很多 但是我認為他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漲 因為他從十年以來就磨了 一直都在磨劍 他這一次終於磨出世界級的產品 而且取得了國際大廠的授權 你看看台灣有多厲害 這些大廠居然 這些小廠商居然做出了世界級的產品 而且他的股本那麼小 他花了多久的時間 但是這些台灣的交往都沒有人知道 因為大家現在心裡還在想 什麼樣的科技類股 什麼樣的電子股 才是我要去投資的標的 什麼樣的族群你應該去掌握 你應該去找到市場金流 真的有在轉入的一些標的 否則你會跟不上時代 你會被整個股票市場給淘汰掉 比如像當年過去大家在漲 在漲什麼 漲資產股的時候 在漲電子股的時候 其實資產股已經開始沒落了 同樣的這一次在漲的股票是生計 你如果沒有跟上主流 你是很容易被市場所遺忘的 所以你要跟上最強的團隊 現在已經是一個打團體戰的時代了 你要趕快撥通你的電話 不要再孤軍奮戰了 趕快跟上最強最強 最知道市場主流的團隊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弘揚 遵律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